1999年4月2日凌晨两点多,宁夏银川市官局邀灵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本地口音的男生,喂,是邀灵吗?对,是邀灵,我要报警,什么事情?我刚刚经过了一条土路,看待有出都司机啊,被人抢劫了,好像还被捅伤了。什么?土路的位置在哪?宁夏军区农场东侧,从北京路往西走,然后走干渠那条路, 到了军区机关农场门口,以后啊,往右管,过了铁路几百米就到了。出自车的牌号是多少?我这没看清楚啊,我就看到几个男人案里一个司机,好像在抢劫,还捅了他几下。你可您看清楚了,会不会是有几个人带闹着玩啊?不是,不是,我绝对没看妥。你叫什么名字?就这样啊,我报警了,就是说这件事。请你告诉我姓名和联系方式。 然后电话挂断了。1999年,社会上案件还是比较多的,各省市都有抢劫出都车的案件。根据报警电话,这个司机不但被抢劫,还被捅伤了,这就非同小可。 经过调度,110指挥中心命令刑警支队新城基地出警。接到命令后,巡警李富林、征建军、孙虎、李海斌四人,乘坐车号为宁A警0154的警车出发,高速的失望现场。 普通治安案件出警,邀灵是不需要带枪的。对付一般歹徒,巡警戴上警棍、手铐、辣椒喷雾器、防割手套之类的就足够了。 这次因歹徒可能持刀伤人甚至是杀人。四名巡警带了一支六四式手枪。 十分钟后,刑警们用车载电台呼叫10指挥中心,说已经赶到了报案地点的附近,但没有发现有出租车。 10指挥中心回复,让他们沿着周边的道路搜索一下。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四名巡警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110指挥中心使用电台繁复的呼叫,都没有回答。 会不会这电台坏了呢? 有可能,当时宁夏警方设备比较烂,电台并不可靠,失联并不稀切。 无奈之下10指挥中心查到巡警个人巡护机号码。 电话打过去,仍然没有任何的回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巡警离开警车抓捕犯人去了? 巡护机没有肥身携带? 也有可能。 银川市多年没有发生过恶性袭警案件, 更从来没有发生过袭击10警车的事件。 报警的地点比较偏僻,距离西夏亡灵并不远, 毕竟还是属于银川市, 敢于在室内做恶性案件的歹徒, 毕竟还是很少的。 所以邀灵指挥中心并没有太重视, 只推测为电台联络故障。 一个小时后, 邀灵指挥中心联系四名巡警所带的二大队三中队, 查询他们有没有回来。 凌晨五点, 二大队三中队派出一辆巡逻车去农场附近搜索, 但没有找到这条土路。 凌晨七点左右, 邀灵指挥中心突然接到一个老人的报警, 老人气喘吁吁地说,"110吗? 不得了了, 出大事了。 您别急, 慢慢说, 出什么事了? 我一大倒出来沉练了, 偷到一条土路附近, 看到地上有个坑, 一辆10警车分到了旁边了, 炸得四分五练了。 什么? 炸了? 是啊, 地上到处都是车子的碎片, 我还看了一个穿警服的小伙子躺在路边了, 我嚷他, 他也不动, 我伸手一拉呀, 他的头垂到后卫了, 脖子被炸断了, 吓死我了呀。 邀灵明警很慌啊。 大爷在呀, 我听着呢, 你说的警车在然啊, 在宁夏军区农场旁边那条土路上, 这条路很偏僻的, 住在这边的人都不一定知道。 什么? 军区云场? 糟了。 大约二十分钟后, 大批警察还有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领导, 一同赶到了现场。 这条路很天辟, 警察们找了半天才找到, 刚刚到达现场,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110警车整个被炸翻, 残骸飞出了50米远, 一只汽车轮胎钢圈飞出去200多米。 宽约七八米的土路中央有一个宽约两米, 深约0.8米的炸坑, 现场附近可见汽车被炸飞的碎片。 土路旁边发现了三具遗体, 其中一具就是老人说的那个巡警小伙, 他的遗体大体还算完整, 脖子已经被炸断, 手脚也有残缺。 另外两具尸体则是支离脱碎四分五裂, 残不忍毒。 其中一名巡警特别惨, 被拦腰炸断了, 遗体上下两节相距数米, 车上一共是四个人, 只发现了三具遗体。 还有一个名叫孙虎的年轻巡警在哪呢? 警察们繁复地搜索, 终于在远处的草丛里面发现了孙虎的遗体, 让人震惊的是, 孙虎并不是死于爆炸。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 爆炸发生时, 孙虎被抛出了车子窗外, 落在了草丛里, 孙虎受伤非常严重, 肋骨胸骨壁骨骨折, 内脏磋伤, 又严正的内出血, 恐怕性命难保, 孙虎的身体强壮, 年仅24岁是四人中最年轻的, 一时未死。 致命的是刀上, 准确说是遍布孙虎胸部的22处刀上, 它是被人用刀裁刃刺死的, 这22下几乎刀刀致命。 如果只是为了杀人, 最多捅的三四刀就行了, 根本没有必要捅这么多刀。 现场孙虎的同事, 不觉都流下了眼泪。 孙虎, 1994年同警校毕业, 遇害时仅仅工作了四年多, 这小伙子为人忠厚老实, 他的父母都是农肯系统的退休工人, 家庭经济状况很差, 孙虎素来节俭, 在多次出警期间, 孙虎都为出警送到了医院的病人垫付了医药费, 还有几次, 他为外地来延后丢失的财务的群众, 安排食宿, 用自己的钱帮他们购买了回家的车票, 有时几乎将一六月的工资全部垫上了, 但他没有半点怨言, 事后也从不向同时及家人提起。 实事求是的说, 孙虎这儿的警察是不多的, 没想到这么一个好警察, 竟然落到了这种下场。 案件如此重大, 宁夏自治区刑侦专家全部砍到了现场, 参加了勘查。 经过对现场反复的搜索, 在大约五十米外的草丛中赫然发现了一把六四式手枪。 比对枪号, 这是邀灵警车里面配备的哪只手枪? 现场的情况非常的清楚, 怕是瞎子都看得出来。 专家们经过反复的勘查, 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这并非什么意外事故, 而是恶意的爆炸袭警犯罪。 百徒预先在这里面埋设炸药, 然后报夹警引诱120车开进土路, 随后歹徒们在远处遥控引爆炸药, 将110警车炸毁。 歹徒在现场发现巡警孙虎还没有断气, 就残忍地捅了他二十二头。 420袭警爆炸案是宁夏自治区建区以来 最严正的一起报以袭警案, 最也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最为严正的一起袭警案。 案发后, 中安领导胡锦涛、 罗干以及贾春旺等都做了重要的批示, 要求从速破案以为英灵。 不用多说, 宁夏自治区官厅和银川市官局 对这个案件也是极度的重视, 他们分别组成督导组和专案组 搭百余人, 开展侦头工作。 北京的官部也派出了专家前往银川。 经过媒体报道, 420案件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当时的报纸写道, 4名120民警牺牲的消息传来, 社会为之震惊, 许多实名说, 110是为我们老百姓办好事, 办实事了呀, 为什么犯对分子要对这儿的好人下毒手呢? 4名巡警, 都是鸡腾警员, 家庭都很普通, 各有各的难处。 以巡警李福林为例, 他的妻子没有工作, 牺牲时孩子更刚四岁, 父母都在山西农村, 一家人的生活都靠他一人承担。 不逊的是, 妻子由于1998年年底诊断为血液病, 牺牲时一家三口租住在郊区一间半的平房里, 就是这样, 他心里面还常想着别人, 常想着人民群众。 1999年4月, 李福林为希望工程捐款1000元。 在银川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大院里面, 战友们为牺牲的四名烈士搭起了灵堂, 流着眼泪为四位战友守灵。 与此同时, 银川市出现了空前的自发悼念场面。 就不完全统计, 近一周内送花圈花篮500多个, 社会各界市民纷纷地减囊, 为鹰猎捐款共计134万元。 4月27日, 自治区银川市党政军委领导 和银川市数千名各界群众 在巡警支队大院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 自治区政府授予李福林、 张建军、孙虎、李海斌, 革命烈士称号。 案件发生后, 公安部迅速将其列为1999年头号案件, 安排公安部众多的专家赶赴宁夏。 一时间, 全国著名的化验专家、 画像专家、 爆炸专家、 伏技专家等等一同飞往银川。 这些专家自然是很厉害的。 首先, 语言分家分析120电话的录音, 确认报警男人年纪在20岁到30岁之间, 报警人说的话并不多, 但语言专家确认。 但语言专家仍然确定他就是宁夏本地人。 粉雀说是银川南部人。 其次, 足迹专家经过繁杂的勘查, 排出了几十个无关现场足迹, 最终确认有高度嫌疑的足迹有5到6个。 也就是说, 这伙歹徒至少有3人以上。 只是这对于侦破案件仍然没有帮助, 顶多抓住歹徒以后, 可以通过足迹给予定罪。 还有, 化验专家经过分析, 认为现场使用的是煤矿常用的天炸药导火锁雷管。 最后, 根据技术追踪, 警察们找到了报警电话的源头, 是一处小卖部的公用电话。 这个小卖部就在自治区传染病医院的门口, 因医院晚上有急诊。 小卖部营业得很迟, 当时是凌晨两点, 老板正准备关门, 一的小伙子进来打完电话, 匆匆丢下钱就走了。 经过专家的反复提示, 老板回忆起小伙子的样子。 老板认为这个小伙子不到三十岁, 操一口银穿口音的普通话。 根据老板的描述, 画像专家画出了这个小伙子的样貌, 这终于成为一条游用的线索, 可以协助警察抓住歹徒了。 线索有了, 现在就要确定侦破方向。 要确定侦破方向, 就必须首先确定案件的性质。 此时警方内部出现了严正的分歧, 也就是, 这是报复杀人还是抢劫武器杀人? 绝大部分警察认为, 这一定是报复杀人。 原因也不复杂, 歹徒的作案目标很明确, 就是炸翻警车, 杀死巡警了。 为此他们精心准备和埋设了炸药, 又找同伙报夹警引诱警车赶来, 实施暴涨。 之后, 他们还对侥幸没死的巡警孙虎连辞了22斗, 这显然是疯狂的报复行为。 还有少数民警认为, 这有可能是歹徒试图抢劫警车的枪械的, 这个观点一出, 大部分警察对此嗤之以鼻, 原因也很简单, 哪有这样抢枪的呢? 一杆于杀害民警抢枪, 完全可以盯上一个配枪的民警, 仇袭将他打晕甚至是打死, 枪也到手了, 这样最多搞出一条人面。 有谁听说过用炸药将整个10警车炸毁 然后抢枪的呢? 况且既然是抢枪, 为什么六四式手枪明明就在现场, 歹徒却不拿走呢? 这不符合逻辑。 一个老警察斩钉截铁地说, 我干了30多年警察, 从哪有听说这样抢枪呢? 完全是无稽之谈。 于是案件就定为报复警察杀人了, 是曾经被四名警察中某人处理过的歹徒, 进行疯狂地报复行为。 这案组开始全力排查 遇害四名巡警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他们曾经处理过的罪犯。 这四名巡警从警时间有长有短, 办过的案件众多, 想要彻底调查和他们有仇的罪犯, 可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巡警张建军为例, 他之前在银川社官局保安公司工作了11年, 在1998年刚刚加入警察队伍。 这短短的一年内, 30岁的张建军接10指令1800余企业, 与战友共同罚获违法犯罪人员300余人, 处理治安案件120余企业。 也就是说, 即便是排查张建军的仇人, 至少也要搞清楚这300多人的情况。 而张建军还是从警时间最短的, 其他的几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这案组集中大量的警力, 投入对四名巡警的社会关系摸牌, 被迫停止了其他方向的侦查。 按照这个侦查方向去做, 恐怕真正的歹徒自会逃得无影无踪, 永远不可能被抓住。 万幸的是, 我们的爆炸神探出场了。 吴国庆, 这是我国十大刑侦侦家之一, 是一位爆破案件的侦破棱手。 吴国庆1936年12月5日出生, 蒙古族人, 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刑侦真家。 凡是官部挂号的大案, 他几乎都参与过侦破。 他出任过官部刑事侦查局 大药案处的处长。 政局级侦查员, 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及中国刑警学院, 克多教授, 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全国著名爆炸案件的侦破专家, 官部首批八大特邀刑侦专家之一。 作为官部的专家, 吴国庆也一同赶赴了现场。 吴国庆根据爆炸点所带的坑与坑深, 以及撤抛出去的距离, 一眼就能判断出犯罪分子 引爆了12公斤左右的炸药。 以专业的眼光来看, 歹徒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 这个引爆点选得很巧妙, 是一条偏僻的土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土路被倾倒了大量的垃圾, 路边是农田, 只能容纳一辆拖拉机 或者是小型汽车勉强通过。 于是白天只有住在周边的行人 和自行车偶尔勤过, 到晚上这里几乎是不通车, 也不走人。 歹徒在这里作案, 绝对不怕被其他的车辆 或者是行人干扰。 这里还非常的隐蔽, 适合歹徒在暗中埋伏。 公路两边是大片的农田和瓜田, 夜晚在这里躲上几十人 也不会被人发现的。 只是歹徒却没有算到一点, 就是这里的路面很硬。 歹徒开始试图在土路中间挖坑, 根本是挖不动。 聪明的歹徒想出了一个好点子, 他们转为到路边农田挖了一个大坑, 将12公斤的炸药包了进去。 歹徒在土路上放置了五个大石块, 堵住了公路的正面和左侧。 一旦有车子开过, 就只能从右侧的大坑上绕过去。 随后歹徒拉了一条长达七十米的电线, 然后蹲在西瓜地里面等着10警车开过来。 此时问题又来了, 这里没有路灯, 又是漆黑的深夜两点。 即便10警车开灯, 距离这么远, 也难以看清楚车辆的具体位置。 车辆的行驶速度很快, 恐怕几秒钟就能驶离爆炸点。 也就是说, 想正好炸中120警车是很困难的。 那么歹徒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吴国庆寻到歹徒拉引线, 引爆的那个位置, 向现场看时, 发现歹徒的心思非常的缜密。 他们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歹徒选择了两棵树, 将炸药埋在两棵树的中间。 歹徒是用两棵树当作瞄准器的, 警车只要进入两棵树中间就引爆。 以上这一切都可以证明歹徒是虚意爆炸120警车。 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开始, 吴国庆也认为这是报复警察。 根据爆炸当量判断, 12公斤绝对可以将这辆120面包车炸毁, 车内巡警难以幸存。 而歹徒埋涉如此多的炸药, 显然是为了置受害者于死地的, 这是非常明显的报复杀人手法。 不过吴国庆又有一个疑惑。 经过对现场的了解, 显然歹徒是有丰富的爆炸知识的, 应该曾经当过矿工或者是当过工藤兵, 以他们将引线拉出长达70米来看, 就是很清楚炸药包的威力范围, 歹徒少拉10米, 就很有可能被飞舰的汽车铃驾砸伤甚至是砸死。 再多拉10米, 就距离炸药包太远, 根本看不清楚警车有没有开过来, 没有办法瞄准起爆了。 既然如此了解炸药, 歹徒应该知道车内巡警即便当场不被炸死, 也必然重伤不治的。 如果歹徒的目的是报复10车上的某个警察, 爆炸完肠后已造成仇人必死, 正常的逻辑是应该迅速离开现场的。 这条路晚上很少有车经过, 毕竟爆炸声音巨大, 周边几公里的路人或者是司机都有可能听到的。 一旦有人赶到现场查看, 歹徒就很有可能暴露自己。 做了这么大的案子, 一旦被人发现被捕, 肯定就是死刑, 这没有道理。 看起来歹徒似乎并不是报复杀人。 带着这种想法, 吴国庆和现场痕迹专家沟通, 后者告诉吴国庆, 现场的足迹杂乱, 受害民警的衣服都有被翻动的痕迹, 似乎是在找东西, 而且爆炸后歹徒在现场逗留时间并不短, 至少有10分钟之久。 听到这番话, 吴国庆犀利就更有谱了。 在第二天的案情分析会上, 吴国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歹徒和巡警并不认识, 也没有仇恨, 歹徒爆破10警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枪。 这个观点一出, 大部分警察还是不能接受。 一的警察提出, 抢枪没有必要爆破10车吧, 可以细细耽搁警察呀。 吴国庆解释, 银川的警察很少携带武器执勤的, 更不会携带武器回家。 当然了, 如果耐心地跟踪, 歹徒还是能够找到单个儿配枪的明眼投袭的。 可是歹徒看来是急于抢劫武器, 没有慢慢地等待。 他们应该曾经和警方打过交道, 直到公安局和120警车上一般都有枪。 公安局他们不敢闯, 就选择了120警车。 另一个警察提出, 既然是抢枪, 为什么不把枪带走呢? 不是歹徒不想拿走, 是他们呀, 没有找到。 你们注意看, 这把手枪是证明被炸成两截了巡警携带的。 爆炸后, 巡警拦腰被炸断了, 上下两截飞出相距极迷远, 腰部被炸碎。 这把挂在腰上的手枪被炸飞到几十米歪的草丛里面了。 歹徒石栓爆炸后也比较心慌, 他们草草地搜查了现场和巡警的衣物, 没有发现手枪, 发现孙虎还没有断气, 他们还将些乱刀捅死了。 杀人后他们更是急慌, 现场和巡警身上都没有枪, 歹徒认为这两120上没有枪, 则急忙地逃走了。 其实这把手枪才距离他们几十米的草丛里。 根据歹徒的手段, 他们应该不是厨犯, 肯定曾经做过大案, 手上应该有别人的人命, 歹徒觉得自己横竖甚死, 才敢如此疯狂地做案。 如果不是这样, 歹徒绝不会明知道12公斤的炸药有这么大的威力, 还敢这种公开爆炸袭警, 让一些没有任何前科的人做这种惊天大案, 怕是给他拾的杆子, 他也不改啊。 还有, 歹徒显然是银川本地人, 至少也是长期居住的, 他们选择的这条土路非常的巧妙, 这条路是一个爆破伏击的最好地点, 这里距离居民区叫圆, 晚上几乎不通车, 可以避免被人发现, 路边又有瓜田的便已隐藏的地方, 很适合长时间的埋伏, 同时, 这里的道路非常的偏提, 基本很多本居人也不知道这条路, 所以, 歹徒至少有一个人, 长期在银川土路这一带生活。 不要小瞧吴国群这几句话, 为案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向, 专组立即停止对巡警社会关系的繁杂排查, 反而, 调查宁夏, 尤其是银川南部, 有前科的潜艺人, 侦探方向完全正确, 很快就有了大的收获, 警方立即进行排查, 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了其中一名犯对分子的模拟画像, 应悬赏1至10万元征绩案件线索, 在短时间内, 警方获得了近200多条的线索, 这边追查炸药也有了收获, 就在银川市420案件发生之前, 05是于3月31日凌晨发生一起炸药雷管抢劫案, 桑德蒙面歹徒在零星煤矿, 持刀抢劫炸药126公斤, 雷管900余煤。 经过对炸药和雷管的分析, 公安部刑侦专家认为, 两起案件的炸药完全一致, 可以并案。 根据对歹徒的口音分析, 可以确认是银川南部人, 05就完全符合这个推测, 2002年05是由银川管理。 于是侦察范围迅速扩大到了05, 重点排查有劣迹的前科人员。 同时, 根据足迹线索的分析, 发现雌尧补镇位于05市东部, 向改名为宁东镇, 被称为宁夏第一镇。 在3月9日发生了一起 恶性抢劫加油站的案件, 其中一名蒙面歹徒的足迹 和爆炸案现场足迹完全相同, 于是案件扩大后又缩小到雌尧补镇。 这样一来, 就有巨大的收获了。 4月26日, 也就是案发后6天, 05市官居的民警李同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接到协查通告以后, 李同一眼就认出模拟画像是谁, 他长得非常像 05市慈腰补镇无业人员陆文林。 陆文林之前多次犯事, 被劳教或者拘留, 都是李同负责处理的, 案人很熟悉。 作案组又请李同收听了报警电话, 确认就是陆文林的生意。 警方紧急地出动, 扑向陆文林租住的出租屋。 不过警方扑了的空, 陆文林这里已经是人去无空了。 在这个出租屋中, 警方发现地面上流有 安T炸药的成分。 经过化验, 这同现场炸药完全一致, 陆文林本人从没有和炸药 打交道的经历, 自然存在着高度的嫌疑。 同时警方发现, 3月30日晚22点40分, 通过银川至05银谷公路 收费站的收据一掌, 也就是说, 陆文林在当晚造过05, 具备在3月31日凌晨 抢劫煤矿炸药的时间。 由此陆文林有抢劫炸药 和爆炸袭警的重大嫌疑。 经过调查, 警方先后确认陆文林的同伙 有郭永涛、张彦斌 和杨洁三人。 分局群众的反应, 这四人已于几天前纷纷地外逃了。 中国之大, 想抓住这几个家伙并不容易, 只是这些歹徒并没有想到 警方会如此之快地发现他们, 因此歹徒可能会先投奔亲戚朋友家, 然后继续外逃到陌生的地方。 现在只要重点追查 这些人的社会关系, 进行全国定点抓捕, 就有希望发住他们。 5月初, 转组民警在查清犯罪嫌疑人 可能逃逆的方向后, 决定抽调警力, 组成六个追捕小组。 他们立即出发前往东北、 北京、河南、广东、 内蒙古、陕西等地, 蹲守歹徒的亲戚鹏乐的住处。 5月21日, 追捕组组长中兵再领了小组, 追踪到了河南、洛阳、 金谷原路的一个市场内。 嫌疑人杨洁有一对表哥, 在这个市场做生意, 两人关系很好。 中兵和追捕组其他便宜情景, 已经在这个市场内晃悠了好几天了, 牢牢地盯住这个表哥的店铺。 上午时时45分, 在市场正门守候的中兵, 突然碰见两个人。 这二人都提着大的旅行包, 走路时不断地向四桌打量, 中兵再仔细看, 发现他们都戴着墨镜, 到了光线一暗的市场也不摘下来, 显然是伪装。 多年从事行政公斗的中兵, 认为他们很可疑, 立即呼叫支援, 很快追捕组和洛阳警方六名民警赶到后, 两地的民警分两路包抄。 这两人撒陷有民警追捕, 果然打尽失色, 立即分头逃窜, 其中一人跑出几十步, 就被两名民警按倒了。 另外一人逃出市场外, 因为人生地不熟, 被民警逼入了一个死胡同。 面对民警的围捕, 这带矮个但很壮实的家伙 还拔出匕首狂舞, 谁上来,就杀了谁。 在民警拔出手枪后, 这个歹徒才背负丢下了匕首, 束手就擒。 根据突审, 这两人就是杨洁和谢建文。 杨洁知道自己必死, 也没有太多的隐瞒。 他交代, 另一个同伙张彦斌 已经跑往了北京的一个亲戚甲, 专组立即联系北京警方。 当晚北京的刑警 将张彦斌抓捕归案, 由此420特大西天安将告破。 此时, 距离发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歹徒杨洁33岁, 谢建文27岁, 陆文林27岁, 郭永涛21岁, 张彦斌19岁, 军系银川05的社会闲赛人员, 或者说是地痞无赖。 这些人年纪都不大, 却都是劣迹斑斑, 盗窃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甚至是强奸等等。 这五人都受到过我官机关的打击和处理, 或者判刑入狱, 或者是劳教。 出来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没有改邪归正, 反而拉钢结派地开始做更拿的案子。 他们团伙以年龄最大, 也最凶弹的杨洁, 谢建文两人为核心。 经过多次的商量, 杨洁都认为还是抢劫来钱快, 组织了暴力抢劫团伙。 短短的一年时间, 这五人采用蒙面的方式, 持刀和铁困连续在银川、 平罗、055等地抢劫十多起。 他们抢劫的对象, 基本就是加油站和路边的小商店的现金。 这伙歹徒心粉手辣极为的凶残。 抢劫期间遇到抵抗或者是受害者稍微不配合, 他们立即下毒手。 一次一个加油站的员工试图逃走, 被他们用匕首连刺了几下, 负重伤。 一次仅仅因为一个来加油的司机多看了他们一眼, 杨洁认为这个人看起来不顺眼, 用砍刀将司机腿部砍成了终身残疾。 还有一次, 一则小商店的老板挥舞板凳试图抵抗, 被他们用铁棍打倒, 小老板被匕首砍刀连毯带刺的, 身中数十倒, 悲惨地死去。 这伙人先后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伤, 眼见搞出了人命, 这伙人干脆就破棺子破摔。 一旦被捕就是枪壁, 杨洁和谢建文提干脆是做大案, 他们要做的大案就是抢劫银行或者是运钞车。 谢建文认为, 银行和运钞车的金警很可能有枪, 他们并没有枪, 也就无法和金警正面对抗, 不能做这些大案。 谢建文考虑先抢劫武器, 瞄准配枪的警察。 此时银川恶性案件很少, 警察很少盖枪执行, 想要抢枪并不容易。 110和公安局可能有枪, 但都有很多的警察, 这伙歹徒也不敢打他们的主意。 犯谢了死罪, 这伙歹徒也没有耐心慢慢地物色猎物, 急于迅速搞得枪支。 3月31日, 这伙歹徒蒙面抢劫了煤矿, 但煤矿里面并没有什么钱, 杨洁就只是同伙搬走了 100多公斤的炸药和大量的雷管。 搞到这些东西后, 衣食也卖不掉。 晚上喝酒时, 谢建文突然说, 这案的小打小闹, 没叶子呀, 要干就干大的, 我们正好搞到了炸药, 不如炸掉公安局或110车, 搞几把墙案。 这个建议一提出, 杨洁立即说好, 其他几个人也不敢反对, 这会狂徒本想要炸官局, 计划再三, 觉得官局面积太大了, 警察又太多, 实在不好放炸药。 最后, 几次坐牢的杨洁提议炸10警车, 如果处理恶心案件, 10警车很可能盖枪械出警。 几个家伙一拍即合, 决定以通过埋射炸药 袭击10警车的方式来捣枪。 4月20日凌晨, 谢建文、杨洁、陆文灵 携带了通煤矿抢劫的炸药雷管引导线 等做案工具, 在银川市新市区原新杠公路上 挖坑埋好了炸药装置。 谢阳二人埋伏等待, 陆文灵则打公用电话 向邀灵报夹警。 谢建文的父亲是负责放炮的矿工技师, 他对于爆炸是非常熟悉。 他和杨洁在埋炸药的前方和一侧, 巧妙地放置了几块巨石, 阻碍警车前进。 他们又挖了一个坑, 迫使警车改道进入爆破点。 同时一精确地气色了爆炸的威力, 设置了引爆导线的长度。 四名巡警的车行至爆炸装置时, 谢建文将炸药引爆。 120车不过是普通的面包车, 根本无法承受12公斤炸药的巨大威力。 巨大的爆炸神后, 警车立即被炸毁, 四名民警中三名当场牺牲。 谢阳两人冒着硝烟跑到现场发现, 被炸击受重伤的巡警孙虎尚有一丝气息, 杨洁问杀不杀。 谢建文说, 当然要杀, 一个活活都不留。 谢建文手持匕首, 在孙虎身上连捅了十多刀。 杨洁见孙虎眼睛还睁着, 又捅了几刀。 两人先后一共捅了22刀, 将孙虎杀死。 他们打着手电在现场找了几圈, 并没有发现枪支, 只好拿走了警察一带中的几十块钱和几包香烟。 自职做了今天的大案, 这活人也非常的紧张, 没有敢在现场停留太久, 就赶忙逃走。 案件至此是真相大白, 为什么警方只抓住了杨洁、 谢建文、 张燕斌, 剩下的陆文林和郭永涛呢? 早就被同伙杀了灭口了。 炸毁邀零警车后, 杨洁、谢建文发现陆文林的 模拟画像被张贴到的电视上, 这两个人大惊失色, 认为陆文林已经暴露了, 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活动, 一旦陆文林被捕, 谁都逃不掉。 关键是, 陆文林并没有直接参与爆炸杀人, 不见得会被判处死刑。 被抓进去后, 如果陆文林为了免死, 主动检举他们, 杨洁两人就很危险。 于是杨洁二人认为, 必须将陆文林宰了, 然后外逃, 一了百了, 只要陆文林活着, 就算逃到天边也不安全。 陆文林倒也不是傻子, 他已经发现情况不对了, 开始有所戒备。 陆文林和好友郭永涛吃住在一起, 日夜不离。 这边杨洁两人商量了好几次, 陆郭时刻在一起, 想要干毒杀他并不容易。 兄坛的谢建文说, 既然是这样, 单粹把两人一起杀了。 这时候了, 还谈什么一起啊? 他们不死, 我们就得死。 杨洁、 谢建文经过密谋, 把同伙陆文林、 郭永涛骗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谎称分一笔钱, 再吃最后一顿饭, 以后几人就分头逃窜, 死生再不相见。 听到这番话, 侠上同时邀请了郭永涛, 陆文林感到自己还是安全的, 欣然赴会了。 当天晚上, 杨洁又骗陆郭二人喝下了还要安眠药的酒, 陆文林、郭永涛很快就浑睡过去了。 杨洁、 谢建文找到了曾经参加过抢劫杀人的同伙杨军宝麻, 由杨军开车, 将两人运到了平罗造石探井公路旁边的沙丘附近。 接着, 杨洁两人胸向鼻露, 用一根电线将昏鼻中的陆文林活活地雷死。 在杀死陆文林期间, 也许是有心灵的感应, 郭永涛竟然苏醒过来了, 还挣扎着爬下车。 杨洁两人惊慌之下, 追到路边的沙丘, 用铁锹将郭永涛活活地砸死。 随后, 他们三人挖了一个坑, 将怒郭两人埋掉了。 可笑了, 这几个人一直自称是讲义气, 怒文林、郭永涛这两个歹徒居然被同伙残忍地杀死, 也算是报应了。 杀死同伙后, 杨洁两人及张燕林分头逃逆。 杨洁、谢建文 逃往南方了, 张燕兵则逃往北方。 杨洁本来就是吃喝嫖赌之徒, 之前抢劫的钱款早已被他们挥霍于空了。 此次两人紧紧携带了数百人跑路, 逃到广东佛山市时已经是身无分文, 连饭也吃不上了。 这两个凶暴至极的歹徒毫不思索地决定继续杀人抢劫。 5月17日, 他们在一招待所内将同居一室的一名男子杀害, 这名男子在睡梦中被两名歹徒连续重击头部, 哼都没有哼这糊里糊涂地死了。 但这名男子也是穷人, 两个歹徒紧紧抢劫到了现金十余元。 走投无路之下, 他们只得去展示投靠亲戚, 河南省洛阳市一个表哥。 他们准备在这里躲上几天, 伺机作案抢到前后再继续外逃, 结果他们刚刚到洛阳就被警方抓住了。 与此同时, 张燕兵也在北京被警方抓获。 420案发一个月后, 犯罪嫌疑人处两人已死亡外, 全部被捕。 6月28日至29日,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立此案。 依审认定谢建文等上述犯对事实, 当庭判处谢建文、杨洁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定处罚金一万元。 判杨军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八千元。 判处张燕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定处罚金五千元。 分别判处杨辉等九人 四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 一审宣判后, 张燕斌等六人及一名法定监护人 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经宁夏回都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终审抬进, 驳回上诉维持人判。 1999年7月20日, 宣判大会后, 谢建文等三人 在银川被执行死刑。 这群歹徒的凶残是够了, 可惜智商太低, 前后杀了这么多人, 又没抢到武器, 又没抢到钱。 魏战海被捉住时候曾经说过, 我现在想起来, 我之前的哪些同伙, 档次太低了。 第二个案件, 2000年2月29日, 河南洛阳, 位于宜阳城东北十余公里的 寻村乡大柳树村, 曾因我国古代 烧窑文化遗址而闻名, 白石岩沟是村栋的一条荒沟, 这里杂草丛生, 道路崎岖, 平宿少有人来。 2月29日下午两点多, 村里的孙老汉改的羊群 到了白石岩沟放羊。 当进入沟内二十多米远时,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进入了孙老汉的视线, 半直而来的 还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怪味。 孙老汉走上前去, 想看的究竟, 但眼前的一切 却惊得他魂飞魄晒。 这明明是三具烧焦的尸体 横七竖八地堆卧在一起, 在阴暗的山沟内 显得阴森恐怖。 孙老汉马上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 经现场的勘验, 三具尸体为男性, 其中两具被吸铁丝捆绑在一起。 口中塞着手套, 死亡时间在24小时左右, 三名死者年龄在10至14岁之间。 三具尸体的颈部, 腹腔, 前胸, 生前均被锐起此伤多处, 尸体大部分已经淡化了, 衣服也以化为灰烬, 但刑警还是在其中发现了残余的标有熊猫字样的纸板等物证。 这让警察揪心的是, 而是两具烧焦尸体的脖子上, 他们发现了红领巾的残片, 而其中一具尸体的脖子上还带着小半截而七彩细线, 扔在棱风中瑟瑟抖动着。 这是玉玺的风俗, 长者得未成年的孩子, 带上七彩丝线搓成的装饰物, 以驱邪避难, 保佑平安的。 可以肯定, 三个早逝的灵魂生前该是朝起蓬勃的少年, 他们本该在教室里面学习的, 但如今却只能悲弹地死在一处荒凉的山谷中。 那么这三个孩子是谁? 是谁残忍地将他们杀死了? 是绑架勒索钱财, 还是有意报复社会呢? 三面儿童被杀死后被焚尸, 现场情景惨不忍睹, 为洛阳降国以来极为罕见的。 为了迅速地破案, 2月29日洛阳市官局向全市官机关发出了协查通报, 并迅速成立专案指挥部, 调集百余民干警组成专案组。 经过走访发现, 28日下午三时许, 有群众路过寻吞乡打桥时, 见到一辆黄色的面滴车的桥上停线, 通车上下来两名男青年 抬着一大一桥两个电视机箱子, 箱子上印有熊猫牌电视机的字样。 后来又有群众在打桥的北边, 山神庙的附近, 见到这二人坐一辆三轮摩托车, 想案发现场拾去。 两位群众反映, 两名男青年, 一个是35岁左右, 身刀约1.7米, 体态略胖, 操外底扣音, 上身穿一件灰色的西服。 另一个20多岁, 身刀约1米72左右, 体态偏瘦, 瓜子脸, 肤色较白, 长发中分, 戴一副白色玻璃眼镜, 身穿一件蓝色的夹壳, 从穿着打扮看, 这两个人不像乡下人。 根据以上的情况, 作案指挥部经过分析后认为, 此案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焚尸案。 案发现场并非作案第一现场, 很可能是假地作案以地抛尸。 围绕这一点, 因着重调查28号下午 曾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的 两名神秘男子的活动情况。 同时, 谢署通过洛阳公安局 向各地公安机关通报案情, 要求各县区官局 立即开诊全面细致的排查工作, 尽快把这两名燃青年找到, 同时还要摸清辖区内 近期失踪儿童的情况。 为尽快查清死者的身份, 民警们的足迹 踏背了现场附近 所有的村庄和学校。 在寻村乡一个村子, 有人反映村里面 前天曾经走失了三个孩子, 调查后发现, 这三个孩子已经在29日找回了。 在柳全镇新小学, 教师反映, 学校有三个学生, 自23日就没有到学校上课, 后来民警们又分别 找到了这三个学生, 线索一条条地发现, 又被排除。 正当警察们在查找 死者身份紧张工作时, 3月1日早上8时, 从洛阳轴城厂 公安处传来消息, 2月27日下午, 该厂第一子弟小学 三名学生外出玩耍, 而置顶未归。 这三名学生中最大的12岁, 最小的仅有10岁。 得到这一消息后, 刑警队围绕着 三名失踪儿童 展开了调查。 经过访问儿童家长 及义务的辩认, 初步认定, 一央县杀人焚尸的 受害者就是三名学生。 三名学生分别叫做 李洛飞, 12岁, 段可可, 12岁, 学亚山, 10岁。 他们同为轴城厂 第一子弟小学的学生。 27日下午, 三的孩子出去玩后, 直到八时还不见回来。 起先家长们 以为到同学家玩了, 可是当家长们 得知三的孩子 一起出去时, 这才着了急, 他们四处地寻找, 找遍孩子们 可仍去的每一个地方, 还是找不到。 后来听段可可的 姐姐段静静讲, 当天下午 她父亲让她看着可可, 不让可可出去玩。 可是后来可可 还是和同学杜洛飞 一同去中州西路边上的 那家电子游戏厅 玩游戏集取啊。 听完静静讲的话, 当晚家长们 连夜到了 位于中州西路 56号的这家 索尼电子游戏厅 查看。 见电子游戏厅门锁着, 透过门放, 依稀地看到 丝台电脑还在, 可就是不见 孩子的影子。 许问电子游戏厅的 老板向忙, 家长们反映, 游戏厅的老板 叫做金翔武, 今年25-6岁, 中等身材, 瓜子而脸, 肤色较白, 长发中分, 戴了一副白色的 玻璃眼镜。 民女们眼前一亮, 这不正是 28日下午 面滴车上下来的 那个较年轻的 男青年吗? 民警们了解到 2月27日那天 正好星期日, 按常理说, 星期天是 孩子们休息的时间, 生意应该比平时好, 游戏厅应该 开门营业的, 可就在当天, 游戏厅却突然 关了门。 关门一天还数正常, 可是游戏厅 却一连关了几天, 这绝对不正常。 3月1日上午, 侦查人员 从金翔武父亲口中获知, 金翔武把身上的 BB机钥匙等屋 放在家中不辞而别了, 于是立即对金翔武 所开的电子游戏厅 展开搜查。 电子游戏厅不大, 前后也不过 十余平方米, 但屋里的地面 明显被人拖过, 原来的几台 索尼电脑也被转移了。 经过现场的仔细勘查, 技术人员 蹭游戏厅的桌子 腿下发现了几处隐隐的血迹, 游戏厅内玻璃柜上 张贴的卡通画上 也见有 惺惺点点不易被察觉的血迹, 另外, 在电子游戏厅内 还发现了 与现场捆绑尸体所用的 铁丝完全一致的铁丝。 当日下午, 民警们赶到了 金翔武住处寻找金翔武, 屋内的一台熊猫电视机 和一台长红电视机,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现场那都标有 熊猫字样的纸板 和屋内的熊猫彩电 联系到了一起, 至此, 金翔武作案的嫌疑 骤然上升。 但是群众反映, 案发现场, 金翔武一同出现的 还有另外一名男子, 那么, 那名男子又是谁呢? 经过讨论后, 大家一致认为, 同金翔武关系 一般的人 绝不会和他一道杀人焚食, 那么作案的另一个人 肯定是金翔武的近亲。 最后金翔武大哥金翔玉 被纳入了民警的挣扎实险。 现年37岁的金翔玉 性格孤僻, 不爱与外人交往, 至今还未婚。 根据金翔反映, 案发后的一两天中, 两兄弟经常在屋内 嘀咕事情, 他觉得也很不正常。 经过民警们细致地 调查走访, 侦破工作再次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3日1日上午, 民警走访待一青年。 据该青年反映, 28日下午4点左右, 他路过山神庙时, 见有两个男青年在附近休息, 路边还放了一大一桥 两个电视机箱子, 出于好奇心, 他路过视察箱子踢了一脚, 那的戴眼镜的男子 突然站起来, 他健壮赶忙离去, 但踢后他感觉 箱子里面装的 绝对不是电视机。 民警当即逃出 金翔武金翔玉的照片, 让其辨认。 辨认后该青年肯定, 28日下午见到的 那两个男青年 就是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另外, 民警还找到了 当时在河滩放羊的一位农民。 据此人讲, 当天下午5点左右, 两男青年坐三轮摩扫车 来到河滩边, 把两个电视机箱子放下后, 其中一人走近他说, 老唐儿, 不早了, 他回去了。 民警们掏出 金翔武金翔玉的照片, 让老汉辨认, 老汉一下子就认出 金翔武就是当时 和他说话的那个男青年。 三月一日晚上, 那个曾在案发现场, 当天下午拉电视机箱子的 三轮车车主 也被民警们找到了, 经过三轮车主 对金介兄弟二人的辨认。 三轮车主肯定, 那天在山市庙前租车的 就是金翔武金翔玉, 立即抓捕金翔武金翔玉, 传组立即做出了决定, 但是此时的金翔武金翔玉 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仔细分析完 兄弟二人的社会关系, 发现几年来, 与家住辽宁省锦州 临海市的舅舅 和家住郑州的 二哥和四姐来往密浅。 专家组决定 缤纷三路, 一路前往郑州 其二哥甲和四姐甲, 一路前往其户籍 所在的平顶山 武阳钢铁公司, 第三路前往辽宁锦州 金翔武的舅舅 进行抓捕。 3月4日, 前往郑州 平顶山抓捕的民警 先后扑空, 但复辽宁的抓捕组 传来了捷报, 二岸犯在妻 舅舅家配勤货, 民警们立即 对二人进行了审讯。 起初金翔武金翔玉 摆出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拒不认罪, 继而又遮遮掩掩 与民警们周旋。 但是在铁鱼般的事实面前, 兄弟二人的 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最后如实供述罪行。 2月27日, 星期天, 午饭后杜洛飞 段可可去 阿山三人结伴 走出洛州家属院, 一曲去玩电邮。 在家在校, 这三个孩子 都是听话好学 又活泼可爱的, 和许多孩子一样。 他们三个 也招架不住 电子游戏厅的诱火, 上学下学途中 经过几家游戏厅, 从旁观到头路 也有些历史了。 此刻他们三个 就为哄过 或抖过家长的口眼 能去过把眼 而喜不自惊。 三人进了索尼电子游戏厅, 游戏厅的老板金翔武 冷瞧了他们三个, 不向银客倒向下防贼。 金老板的阴毒凶狠 是出了名的, 长马厅内 无险而观望的孩子 全拿脚踢地赶出厅, 曾把来厅 找孩子的家长 打得鼻情脸琢, 曾因打事物干警 被两次拘留, 一副市强捞钱 理所当然的姿态。 三个孩子 窃窃惶惶地 先交了终点押金五元, 而后进入厅内玩电脑, 玩了两个多小时后, 三人聚首细算, 才知道 已经超支了二点五元。 而三人身上 皆无分文了, 只有逃了, 三人趁老板金翔武 不注意, 悄悄地留走了。 三的孩子刚走, 金翔武便发现 有人吃鸡了。 恶习匹性所致, 金翔武从来都是 只能吃别人, 而绝不允许 别人吃自己的。 他感到是 被三的孩子耍了, 于是对在场的 孩子们说, 你们帮我把那 三的东西逮回来, 今天玩游戏, 全面费。 中奖之下, 国有猛童了, 几个早玩光了前 只能眼巴巴 看别人玩的孩子们, 便一起去追杜洛菲三人。 皆是厅内熟人, 孩子们便很快地 追上了杜洛菲三人, 并颇有江湖味道地说, 亚人钱财 替人消灾, 走吧, 玩不起就别管, 去理老板交代下吧。 三人羞愧难言, 被几个同龄人 连拉带推地 带回到了游戏厅。 吉祥无以, 恶念在胸啊, 他并不立即发作, 先把三的孩子 带进了里间的 一个小屋, 让他们等一会儿, 然后锁了小屋的门, 出来又正常 营业了两个多小时, 并奖励了那几个孩子, 这才借故宣布下班。 这几个儿童打手, 就为老板的 免费玩一回的奖励, 竟然就替老板卖了粒, 这粒卖的可不是地方, 不是时好。 这使人不禁回想到 二战时期苏联的一群 同样天真无邪的孩童, 处死他们中的 犹太孩子的悲叹情节, 时至今日, 那阴影 毅然深深地影响 他还活在世上的后人。 是的, 孩子无侄无罪, 罪在法西斯, 罪在杀人的老板, 只能如是说了。 金翔武关上了游戏厅的拉门, 打开那小屋门, 命令, 勾滚出来。 三个孩子相互依偎着, 颤颤巍巍地走出来, 已是悔恨不已可怜巴巴的, 杜沃飞低声求金翔武。 老板, 我们错了, 我们明天还钱。 段可可说, 好叔叔, 放我们迂回吧。 胆小腼腆的薛亚山 不敢看金翔武, 爹坐于地哭叫的。 妈, 我再也不打电子游戏了。 金翔武直冷笑了几声, 又下令, 都给我跪下, 可倒。 段可可和薛亚山 看杜洛飞, 杜洛飞大声说, 咱不然跪, 我们还钱。 金翔武上前一拳将杜洛飞打扫在地, 薛亚山吓呆了, 段可可哭叫的, 叔叔, 你不能打人, 金翔武又殴打段可可。 杜洛飞挣扎起来抱住金翔武说道, 不要打他们, 要打打我一个, 我跟你拼了。 金翔武用拳头罩着杜洛飞的头, 脸, 背, 胸, 一阵猛击, 直到杜洛飞蹊跷出血, 两手松开, 胎软于地。 金翔武又掐住了杜洛飞的脖子, 用尽了全力, 杜洛飞已无一丝地反应, 舌根吐了出来。 薛亚山惊叫着往门的方向爬, 段可可拼命地去掰金翔武的手, 哭叫着, 救命。 金翔武松开双手, 呆了几秒钟, 而后牙根一咬, 抓起一把水果刀, 朝段可可的身上猛刺, 接着又扑向薛亚山。 在刀子捅入身体之前薛亚山哭叫了一声, 骂你打我吧, 我再也不打游戏机了。 但此时已晚了。 在确信三个孩子死后, 金翔武又将地上的血迹收拾好回到家中, 欺骗其父说, 后屋的电视机坏了, 拿两个电视机箱子装去修一修, 之后又叫齐哥金翔玉抢往游戏厅, 让人走到游戏厅边时, 金翔武将杀死三个孩子的事情向七哥哥讲述了。 金翔玉二话没说, 走到店内和金翔武一起, 用箱子将三个孩子装上, 拉回家中。 28日中午, 二人从家中抬出两个箱子装上一个黄色的面滴车, 突经一加油站时又买来了汽油, 后来又换成三轮摩托车将两个箱子运到了寻村香黄沟内, 浇上汽油焚烧, 而后逃回辽宁锦州老家。 两人以为如此便坐得天衣无缝了, 哪料想, 没过几日便落入了法网。 三个孩子被害, 三个家庭都非常地痛苦。 杜洛菲是爸妈的心头肉, 在学校杜洛菲可说是品靴兼优, 也是班主任特别喜欢的尖子生, 还曾在世纪报刊发表过诗歌。 现在, 小洛菲没有了, 她妈妈疯了。 每次挣脱看管时, 她便拿了刀斧挨个砸游戏厅的门, 当时全市所有的游戏厅都已经关门停业了, 边砸边哭叫着。 飞飞, 那给你报仇了。 段可可, 刚过完十二岁的生日, 她的妈妈望着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失望的为什么, 对记者对干警们一遍又一遍地说,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薛亚山的爷爷则是每天抱着孩子的照片不停地哭泣, 而凶手金翔武被抓的哪一刻, 却并不惊火, 金翔武只是苦笑着说, 吴就是已死,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可以说是非常丧心病狂的。 但两千年三月二十五日庭审时, 金翔武面对法官的几句回答, 还是看出他也觉得, 如此做, 太残忍了。 你有什么要求吗? 想见见家人? 你也有亲情, 人心身处都有, 只是在这个社会上, 有时, 你的电脑厅办这儿没有? 钱早交了, 而且每月还要交, 但没给证, 他们说交钱就行。 游戏厅不允许孩子金融你不知道? 都知道, 但都允许啊。 你认为游戏厅对孩子有好处吗? 肯定没有。 后悔吗? 现在, 有点后悔了, 后悔啥? 说不清, 反正小时候好勇都狠, 十几岁学得生意, 到如今除了钱之外, 任何人事, 我都厌恨。 这些天在开销所进下来想想, 你真划不来。 当时你怎么去下得了手啊? 现在想想, 也真太狠了。 他的哥哥金翔玉被抓后, 刚开始说, 为了我弟弟, 我只能如此, 一点悔悟的意思都没有, 后来则不止一次地抱头哭叫。 我真傻, 我为啥不去报案? 但此时, 为时已晚了。 经过审判, 金翔玉被判处死刑, 而金翔玉, 则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在临刑前那一刻, 金翔玉才多少有些害怕, 但毁之晚已了。 而给金翔玉的电子游戏厅, 充当保护伞的那些人, 你们的良性, 安宁吗?